好 黃金的價格真的屢創新高 從年初到現在這個漲幅 已經將近三成了 我們請教旗戰 現在高盛甚至還看 接下來到明年有機會上看 每盎司2900美元 好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因為畢竟金價的漲幅是滿高的 原本在9月初的高盛就是 在2025年到2700 但如果2025年正到2700 從現在往上漲不到1% 好像沒什麼賺投 沒有人要買 所以他講 其實還有可以更高 調高一點點到2,900 不過說實在話 像接近2,000 現在有2,900 也不到10% 好像也沒有那麼好賺 但是金價有個好處 就是各種題材 都有辦法推它上漲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所以接下來報告也顯示 黃金的進攻買量 也開始增加了 不過這是好事 就是多頭你敢去追 那其實什麼 接下來的多頭東西 會比較強 但是之前買金的主力 現在有點開始停下來了 中國大陸 對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 資料顯示 1到8月份 這個買氣 其實在民間 稍微有點下滑的 尤其是接下來 在金價一大漲的空間 其實整個10億長假期間 都認為 之前買金的人 好像有點收手 畢竟開始想要獲利了結了 對 因為股市好像漲更多 而且股市還會配股配息 所以趁現在出高的 然後去買低階 有期待的 好像是合理的做法 賣黃金 是進入股市 對 所以金價最近開始有點漲不動 但是其實金價漲不動 也沒有大幅下跌 你看金價是從4月開始 一路震盪上行 狂飆到2685之後 近期其實是在 大概是在2685 到2624區間整理 這樣的走勢是比較好 為什麼 高漲震盪 因為其實高漲震盪 沒有大幅修正 有利於後市走強 因為之前都是這樣 你看到之前是不是高檔 因為這邊也是創立新高 震盪後走強 高檔震盪後走強 高檔震盪後走強 所以 有沒有 總撞 一量 一部分 一部分